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十年来的武汉的男嘉宾 加在一起没有这一年多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朋友跟我不是同行 刚才执念于学历 现在执念于职业 下面一个是我希望她的年纪 不能超过1995年12月31号 10号 徐若彤 你好 男嘉宾 我能问一下你现在是做什么职业的吗 我开一家家具公司 那不是同行 台上有做家具行业的举手 万幸 没有 你不用 估计 那个室内和装修算吗 不算 我是做的是商业办公 就是办公家具 然后其实装修跟我们不是同行 15号 男嘉宾 你好 那你为什么不希望你们是同行 因为我觉得如果双方都做同样工作的话 没有任何共同提升的空间 我希望得到一些其他行业的一点灵感 来助于我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一些知识的提升 你不是怕因为是同行又有学术上的 就要留回创将 不是 是不是 你们被前面那个博士祸害得不轻 我以为你是怕了抢单的 那同事你是不是就百分之一万的不能接受了 一个单位的可能会更可怕 来 陈平你回答一下 一个单位也有一个单位的好处 对 怎么都反例都是我呀 所以前一个说不要找博士好 我是博士 后一个说不要找同行我是同事 按照你刚才的标准的话 我可能会活得比较凄凉一点 是吧 我理解你的担心空间 你会觉得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和共同化 对 就是陈平老师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可能两个人同行的话 夫妻之间的那个圈子可能都是在一起 希望双方有不同的圈子 然后对我来说会更有意思一点 会更有新鲜感一点 你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友的车离太乱 认为自己都觉得自己车离太乱的女生 举手我看一下 不要羞羞他 他手可以举高一点 看一下 来 来 四号 哈喽 男嘉宾 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说这个问题的话 是因为您有洁癖吗 A 比如说我的车吧 我的车里面除了一瓶香水 然后一个手机支架 区域就没有任何东西 然后每次朋友上我的车 他们都会以为是一辆新车 所以您是说这个车是一个代表 就是说家里面的话 也希望也可以很干净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介意整洁这一点 因为如果说一个人的车离 比较整洁的话 可能他的家里的环境 包括他个人 包括他的一些做事的准则和方法 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孟爷爷 我要为我刚才举手说 我车很乱 辩解一下 你说 如果是我很喜欢的车 我就会很干净 你有多讨厌你现在的车呢 就是比如说车里面喝了饮料 喝了矿泉水瓶 然后就往副驾一人 因为我副驾没人坐呀 这有什么好光荣的呢 我副驾没人坐呀 那么这一问一答 其实都有很多预设 很有意思的前提 刚才说我不希望女朋友 车里太杂乱 已经预设了就是 你先要有辆车 但是刚才的回答更酷 那女孩的回答是说 我喜欢的车就会很干净 这句话的潜态词水 我还不止一辆哦 我们都太单纯了 你有想这个问题吗 没 你原来是这种人 不是因为我是这种人 是因为辩论出身 对于所有的预设前提 都比较先天地敏感 因为你会进入到 他的那个语境当中去 我这么想起也是有道理 有没有人说 我的自行车很干净 大家就不愿意参加这个讨论了 对不对 对 我的自行车上 只有一瓶香水 和一个手机支架 其他什么都很精致 很有格调感觉 看第一条片子 不是拼搏的第一代 也不是继承的第二代 我是创业的第三代 家族从祖父级开始创业 他是全国第一批办公转移的老板 手底下的那些一线员工和二线员工 很多都成为了亿万富豪 在人均只有一百多块钱工资的时候呢 当时企业的高管 人均一台打个打 到后来家道中落 爷爷的公司破产 父亲不得已重新创业 好不容易做起来了 一场大火 又一次让工厂陷入危机 2015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 开始创业 可惜一年就散了 2016折服一年 我去家具公司学习 2018全途重来 商业办公家具逐渐步入正轨 从最开始的几个人的小作坊 两年内孵化到50个人的公司 公司目前正属于上升阶段 我对我的生活方式非常自豪 周一到周五 老年人的养生作息 五点半起床 七点打泰拳或者跑步健身 八点吃早餐 九点到公司上班 晚上回家看看书 或者弹弹钢琴 每天十点钟就准时睡觉 每逢周末 我就会选择一个城市去旅行 周五走 周日回 偶尔周末我也会选择去咖啡店里放空 虽然不是特别懂咖啡 但特别喜欢里面的氛围 我有几家喜欢的服装店 每次一进去整个店为我服务 朋友都说我是贵姐最爱的男人 一试就是几十件 喜欢的放左边 不喜欢的放右边 试了一件衣服 然后贵姐连忙夸我 这件衣服是所有客户中穿的最帅的 然后我试着的时候 隐约感觉到以前好像买过一件 一件一模一样的 他说这一件的做工和细节 跟你之前那一件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新来 回家之后我就发现 有一件一模一样的 未来的我 希望能稳步经营家具公司 另外还想自己开一家咖啡店 和朋友一起开办音乐俱乐部 期待你的出现 为我的生活增添滋味 这个片子里边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他预设了一个条件 就是他一次能买50件衣服 学贵了 可以啊 完全完美啊 我很想分享一下 各种不同的贵姐 怎么祸害你们的 我举个例子 我到南京新街口那个商场去吃饭 我一不小心就去找了 找了20分钟 我在一楼就逛 服务员认识我 一看就 看了我一下 拿出来一看 这是今年当季款子 我刚看了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贵姐看了我说 你的好朋友 郭德纲老师也有一件 赶紧跟我一样学快 等我 我说你确定郭老师有这件吗 确定 我看到照片了 我说麻烦你收起来 不会咱俩兄弟一行 我买给你 我买给你 合不住 10号 就是你可能经过他那个门口 你跟朋友讲的话 手是那么拎着 他直接产品就涂你手上了 你就不得不跟他去店里面坐一下 他们就直接动手了是吧 对 然后女生吧 就是你一用看一下 哎 效果主要还可以 他再来一个限量的 现在我们店就这么几套 然后女生一天要限量 而且挺好用的 那就买了吧 软超超 那些桂姐比如说 她给你试色一个口红 她说哇 你图下好好看 好漂亮 你特别像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明星 你是我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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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哇 都这么夸我了 夸得好诚恳 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 然后就受不了这种 你看别人一直夸你 你就觉得挺不好意思 就买了吧 你也是这样的吧 其实我去逛街 也跟孟老师一样 不是刻意地去逛街 可能在出差的路上 或者在机场 而且我不会经常买 我一个月可能只去一次 因为很少有时间去逛街 6号 男嘉宾就是他整个人 给我呈现的就是贵气 贵气 所以我想我想问男嘉宾 一个问题就是 你希望你的女朋友 也是一进那种店 就好几个贵子 给他服务的那种贵气的女生吗 其实我的所有的 买得多的衣服的服装店 都是那些平价店 我很少去奢侈品店 然后可能有一两件奢侈品 或者几件奢侈品 都是朋友送的 那所以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你是喜欢贵气的 还是就是那种平凡普通的女孩子 还是会考的 我喜欢有气质的 我不喜欢贵气的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您觉得我的气质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气质 就是很像一位明星 你的那个坐席是几点钟起床来着 我的坐席是5点半到6点吧 因为每天 起床 对 起床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睡懒觉的人 很爱睡懒觉的人 每天5点半起床 如果我自然醒的话 大概是11点 以前我创业失败过两次 都是因为感觉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力 包括自己的整个人的身体状态 非常的差 然后呢我就坚持早起 然后坚持锻炼 坚持咖啡 这三个是我这两年 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你前面创业失败 你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懒 懒 我就欣赏年轻人这样 我碰到很多人 他会把各种的失败 都归结于各种原因 什么欲人不输了 碰到了一个坏的什么合作伙伴 反正一切的问题都有 唯独 没有我的问题 你看他找了唯独问题 我懒 你不懒 你没碰到我 其实我在2016年 就是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公司第一次开会 当时六个人 六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睡着了 自从那一次开会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的公司 为什么能开成这样 遇到客户 客户也不顺 遇到员工 员工也不顺 所有的人员也管理不好 我就觉得肯定是我的原因 我得重新振作起来 你那个时候 你爸不管你吗 其实我家里人的话 他们属于一种放养状态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 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人 然后大学出来之后也是一个人 你看创三代容易吗 对不对 来 我帮你问一下他们的作戏时间 每天早上9点钟之前能起床的 举手我看看 9点钟之前 基本上全是 8点钟之前能起床的举手 还有这么多 我怎么那么不信 7点钟之前起床的 你们都还好吧 这么多都是7点钟能起床的 你看看可以啊 梁星月都举手了 真的假的 我是较少 因为我睡眠不好 我那个点一定会醒的 基本上是5点半左右就行了 因为我较少 灰美不过夕阳火 都活得好养生啊 我怎么不太信呢 来 我们了解一下她情感经历 看下一条 在忙碌的单向生活中 遇到合适的人的概率 寥寥无几 但在为数不多的恋爱里 我却总是遇到复杂的关系 上大学时 在车友会上 遇见一个比我大5岁的女神 智能的我 和她相比起来 太过单纯 恋爱中 她还会不断接触其他男神 我前一间看到她 跟她前男友还在聊天 其实也是半开玩笑嘛 我就下车 我就说这样吧 我不回来 你自己开车走吧 结果呢她真的就一脚右门 开车走了 头都不回 第二段感情的女神 我们在健身房相识 她是一个灵魂的很有趣 并且非常有素养的一个女神 有一次在她车上 无意间我看到有一天海报 是一家大公司的宣传册 因为老板是和她一样 比较特别的姓氏 我就问她这是谁啊 然后她就轻描淡写地说一句 这是我爸呀 我就喜欢这种低调的 你不说 让我自己慢慢发现 她的交友标准很高 所以社交圈子比较小 好朋友基本上就我们这几个 然后我就经历了一段 比较狗血的四角恋 我的好兄弟非常喜欢她 而她的闺蜜也喜欢上了我 是我朋友关系的牵绊 我们之间的恋人关系 总是分分合合 有次我在没有告诉她的情况下 跟她的闺蜜公开了我们关系 她非常生气地责怪我 没有跟她商量 后来则是因为我的兄弟 因为不知道我俩在一起 跟她表白 让她非常的尴尬 经历几次这样的情况 让她觉得我不够成熟 在爱情和友情的面前 她放弃了爱情 选择了友情 未来我希望遇到一个 简单自律的女孩 没有混乱多余的人际关系 我想和你一起简简单单 共度余生 我最有兴趣的就是那段四角关系 我捋一下 你和你女朋友在一块 你女朋友的闺蜜喜欢你 你的那个兄弟喜欢你女朋友 后来都没在一块 后来就都散了 其实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的原因 主要得益于她的闺蜜 她的闺蜜 总跟我发信息 觉得我女朋友很优秀 她说你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 然后我当时就信心为真了 信心为真我就把我跟我女朋友 在一起的消息告诉了她 其实我女朋友可能早就知道了 她对我有好感 然后可能这个事情 因为我处理得不成熟 最后导致了她的第一次 向我提出分手 有女朋友 闺蜜 这个事实本身就充满着风险 都不要说你们 会进行哪些事的沟通 有沟通方式就有风险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听你一直在说女友的闺蜜 我有一段情感经历 就是我也喜欢带自己的姐妹 去跟男朋友出去一块玩 然后玩着玩着 我姐妹就看上了我男朋友 然后恰巧我男朋友 也看上了我的闺蜜 那你今后还带不带闺蜜 和男朋友一块的呢 她带的 她带的 你认识是吧 她是我闺蜜 所以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处理 你和女友的闺蜜这个关系呢 因为上一段感情是 她闺蜜 让我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她可能在试探我 对她有没有意思 我现在终于想通了 因为她发的很多信息 都在说我女友的好 然后说你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 如果我告诉她 我拒绝她了 我说我和她不合适 她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向我表达她的那个 那个喜欢的意思 那如果你女友的闺蜜 对你表达好感 你会 我不会 你是对的 就只说三个字 对 24号 我想问一下 你找女朋友 会找和你们当户对的吗 就是这种兴趣爱好相同 然后这个物质条件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首先我想生命一点 我对那个女朋友的家庭的那种 关于钱方面的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喜欢家里环境太好的 就是那种很有钱的女孩子 那个 钱一个死于学历 一个死于财富 我有一个小疑问 刚才片子里中间有一段是 你看到那个女孩 然后那个女孩的时候 这个人她说这是我爸爸 然后你说我就喜欢这种低调的 但你又不喜欢家里特别有钱的女孩子 刚才那个女孩子 低调跟她那种就是外向的那种 是不能匹配的 她就属于那种 低调的气质 有没有前辈感 她喜欢那种没有优越感 优越感来自于很多方面 财富 美貌 知识 地位 权利 都会给我们带来优越感 来 最后一个问题 4号 就是我其实还是想说 男嘉宾 你家里面人会介意女方的家境吗 我爸妈全 全部都听从我的想法 梁星月 你们交流的什么事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说我可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因为她喜欢有气质的 或没有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留着试一试吧 要么就牵走 要么就拉倒 我就是一个比较心直口快的人 我有什么的话 表现就会非常的明显 藏不住话 藏不住事 我就不喜欢 我觉得她身体里透出来一种 我没错 我最强 我哪都好的那个感觉 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给她钥匙呢 为什么不让她上楼呢 为什么不让她上楼呢 为什么不让她上上去呢 什么 要么就牵走 要么就拉倒 你有很独特的气质 她从刚才那儿 我无所谓反正吃看饭了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那要不然我就试一下 这个跟她的思维方式很像 现在留灯的是4号和16号 许若彤 我刚才发现大屏一出10号 我回头看许若彤 我刚说完的时候 我眼睛立刻看了一下3号 3号的表情是 哦 果然又看上了闺蜜 是 来 看一下制推 好 人家火锅底调 多种口味一样美味 请揭晓制推女生 王与龙的制推女生是 天哪 没有比这个更有戏剧性的了 王与龙的制推女生是 罗欣悦3号 他就是跟闺蜜有缘分没有办法 这个太好了 男生阳光有品味 喜欢接受不一样的挑战 有很强的上级心和事业心 比较追求完美 女生精致有气质 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同时也能在意别人的感受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男生可以满足女生 对浪漫情感的幻想 女生也需要关注男生的各项需求 感情才能更好地达到平衡 我跟你说 有一句话是我们按照流程 我是要待会儿再说的 我现在就跟你说 两边的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中间这两个女生你选呢 有可能被拒绝 你就自己走 但是如果中间这两个女生当中 有一个跟你走了的话 你会同时收获 至少两个女朋友的闺蜜 我先把福利告诉你 来看四个女生的三个关键词 梁星宇 那个他 空闲时间探索的发展 你选一个 第二个 空闲时间 喜欢打羽毛球和射箭 偶尔也会选择去骑马 你愿意一起吗 许乐童 叨叨叨 工作狂人 恋爱中的我 第一个 叨叨叨 第一印象很高冷 但实际上特别表里不宜 是个话牢 可以连续讲两三个小时不休息 朋友说跟我聊天后 脑子里全是声音在嗡嗡嗡 罗兴月 喜欢这样的你 人小胆大 馋丫头 第一个 喜欢这样的你 希望你既有狼的野性 也有狗的忠诚 对感情专一有上进心 会照顾人 不接受姐弟恋 张慈盼不能嫌心人 动静皆宜 理想中的你 理想中的你 三 内心渴望找到一位稳定的男士 最好比自己大 八岁以上 心理成熟 有上进心 责任心 如果和我一样爱看电影 就再好不过了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如果我平时比较忙 回信息不太及时 你们会怎么样 梁兴月 就是我也比较忙 我可能也不会太理你那样子 然后就想起来的时候理一理吧 酷 你发了个信息一看 是夏天发过来的 许小童 就是你去忙的时候 你给我发一下信息 我知道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凭空消失 罗欣远 我希望你呢 不要隔天回我 不要过十二点 就我觉得我很能理解 你工作得很忙 就是有事情跟我说一声 不要突然之间不见 不见四五个小时 我也会很难心 两位你们觉得她会选谁 我能听到这个男嘉宾 最近在前面两段的恋爱当中 都有一个共性的特征 有没有觉得她有点淡淡的弱势 能说明什么呢 她在爱情中 可能会追求一些强势的女人 或者会带节奏的女人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她觉得 我再也不要这么受压迫了 我一定要找一个 我能够带节奏的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好说 想清楚 告诉我们决定式 是直接过程 哇哦 哇哦 啊啊啊啊啊 哎哎哎哎哎 小皮鸡 小脸小蹄鸡 看看看看 主要是小蕾饼 对我 有个才艺 我的小蹄鸡 因为喜欢你 这更荣幸